好 最近我们看到这个钓鱼岛局势再次引起国际关注 日方表示中国的船只进入钓鱼岛附近水域航行 日本官方是抗议 另外一方面看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除了这十几艘公务船之外 还有几百艘的渔船 他们称之为是中国的海上民兵 所以对日方的这些抗议解释 您有什么样的解读 对 连续来我们看到在钓鱼岛附近的海域 中国的渔船 中国的公务船数量不断的增加 而且进入到了钓鱼岛的12海里的范围以内 那么连番的一些动作引起日方的不满 也连续五天八次向中方提出严正的抗议 也召见中国驻日本的大使陈建豪大使 那么于是乎就要问了究竟是为什么 就为什么连日来中国的渔船 大量的渔船进入到相关的海域 那么第二个就是未来的事态的发展 会不会升级 会不会扩大化 复杂化 那么为什么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钓鱼岛附近的领海 钓鱼岛附近的海域一直是中国的领海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海 那么因此中国的渔船 无论是渔船还是公务船 那么到自己的领海去活动 合法合理 那么其他的国家 日本无权说三道四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情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知道在前不久 在南海这个问题上 日本的记录是非常深的 而且日本是有意要把南海的局势 进步的搅乱搅混 跟着美国菲律宾的后面 对吧 那么因此呢 在南海的问题相对平静之后 那么在东海的问题上 实际上呢 中国有意的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图 就是在东海这个问题上 要加强对领海主权的 这种行使主权的这样一种意愿 因此的行动呢 是我们看到的是联谊日 是升级的 是不断的扩大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在南海这个问题上 因为日本的这种搅局 所以在东海这个问题上 那么中国呢 是实际上利用这样的一种机会 一方面的宣示主权 同时也告知日本 谁才是这个地方的主人